因为MCO有关系 所以我上一个视频拍出来 很像没有什么用途 哈喽大家我是GG 首先呢 恭喜那些成功录取这一次INTECH的 所有学弟学妹们 恭喜你们 根据我上网看到的资料呢 它是说你们9月1号的时候 就会到学校DAFTA 现在离9月1号其实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今天呢就先帮你们打一个定型碗 让你们了解一下IPG 上课还有生活方式 当然我等下讲的所有事情 每一节IPG都不一定会跟我讲的是一样的 你们就自己斟酌一下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读的IPG 我读的IPG就是IPG Campus El Mujas 它是在吉隆坡市中心的 我们都叫我们自己的IPG叫Edit啦 我们就是Edit的学生 在这边呢我可以跟那些 即将要来读IPG的学弟学妹们跟你们讲 因为我们学校对面就是医院 只要你一生病 你跟学校讲 学校安排Van 在你去到医院 是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你就可以到医院了 首先呢就是你们很关心的 就是迎新会 那这个迎新会 它就会进行长达一个星期 你们一整个礼拜都一定要穿白色的长袖 还有黑色的长裙 那男生就是长裤 女生的话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跟我一样 我是穿白色长袖的衬衫 还有黑色的长裙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马来装 就是Bajukurong 可是那Bajukurong 就是上面白色 然后裙子是黑色的咯 如果你们想要像我这样子穿的话 你们就要注意你们的裙子不能太紧 因为你们长时间是会坐在地上 那如果你裙子太紧的话 你坐在地上的时候 你就会露出你的小腿 那这一方面呢 对马来人来讲 是有点不尊重的感觉 我就穿了一个有点蛮紧的长裙 就变到新年一直跑来关心我 这边就要劝你们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 还有一点就是呢 因为我刚才说的 Oriation 它是会进行一个礼拜的 如果可以的话 就多带一些白衣跟黑裙 其实这个Oriation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让你们认识你们的Courseman 还有你们的学长学姐 之后当你们正式上课的时候 因为你们上课的Blog也不一样 你们Course也不一样 你们是很难遇到其他Course的人的 如果能的话 你们可以在这个时候 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你们安完了第一个星期的银行会 你们认为结束了吗 别错了 因为你们还有多一个 宿舍的银行会 那这个宿舍银行会呢 跟第一个礼拜的银行会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它差别就在于 一个是在天亮的时候 一个是在天黑的时候 因为第二个礼拜 你们最近开始上课 你的学长学姐们 他们也需要上课 所以你们宿舍的银行会 就会在晚上 他们麻人祈祷之后进行 第一个礼拜的银行会 它是梦翁跟你们 介绍一下学校的环境 跟你们讲解一下IPG的生活 IPG的一些规则 还要教你们 怎样唱笑歌啊 怎样唱 那第二个礼拜的宿舍银行会呢 其实这个呢 真的是每个IPG 每一间宿舍 甚至是每一 batch 它都不一样 所以不方便多解释什么 你们就慢慢的享受 慢慢的享受 这两个星期的银行会 接下来呢 就给你们来到我们的宿舍 那这一点呢 也是每一间IPG都不一样 有些IPG呢 你一不定就是要住五年 那我们的IPG呢 因为 跟学生人数比起来 我们的宿舍是比较少的 我们宿舍呢 是会有kick人出去的这个可能性 前提是 但是所有的Syspa Guru 一定要在宿舍住满一年 简单的来说就是 PiS&P的学生 一定要住在宿舍 直到你上PiS&P之后 你可以考虑要搬出去 或者身体 继续住在宿舍里面 但是有可能是跟你一样是新生 也有可能是你的学长 或者学姐 所以你的roommate呢 Idle是华人 Idle是土族 土族就是所谓的 Katazan Ivan 或者就是肚肚人 虽然我们宿舍是有provide床 可是床单 被单啊 枕头 那些东西 也是要自己带过去的 然后你如果担心 那个床很肮脏的话 你也是可以自己买床去 我当时我的家人 是有帮我去 学院的附近的一个家具店 去那边 买了新的床 那我都讲到是宿舍嘛 所以其实宿舍呢 是有很多规则的 我最不能接受的规则 就是我们不能穿短裤 虽然是女生的宿舍 但也是不允许穿短裤 不管是你从厕所出来 或者是你要出去外面丢垃圾 甚至是你刚刚充娘出来 都不可以穿短裤 我就曾经被抓过 就是那个时候 我只是从我的门口 走出来要丢垃圾 而且那一个垃圾桶 离我的门口 不到时故哦 我走出来丢垃圾 在进我的房间 那天晚上我被叫起来骂 因为他讲我穿短裤 离开我的房间 所以这一点你要注意啦 然后还有冲凉的地方是 没有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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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睡觉三次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 比较重要的ruth 就是不能带电器 你能带的电器就只有烫抖 还有吹风机 但是因为我们的宿舍是很容易跳电的 毕竟整个宿舍很多人在用嘛 所以如果你带那种比较高卧的电器 然后你害到整个宿舍没有电的话 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嘛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IPG的上课方式 因为真的是太多人问 到底你们IPG在学什么东西 所以我今天就简单的给你们解释一下 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之前上课的时候 我一年只上两个SAM 所以一个SAM大概是五个月的时间 听说现在呢 一年会上三个SAM 有可能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 也是不是很准 就给你们参考一下而已 总的来说 我们每一个SAM都会有七到八个科目 PPSMP的时候 八个科目里面 它就会有三个 是跟你的major有关系的 剩下的呢 每一个course的学的科目都是一样的 只有那三个major的科目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到PSMP之后呢 我们每个人都会选择一个minor 所以它这样除下来 我们会有三个major科目 两个minor科目 还有两个EDUP 还有一个NPU 那EDUP呢 它是学一些关于我们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的事情 NPU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课外活动 在PSMP的这四年里面呢 会有三个SAM是比较爽动的 所以这三个SAM里面呢 它应该就会有差不多三到四个科目而已 就是你实习的时候 所以在你SAM5还有SAM7的时候 你就会去小学进行三个月的实习 那在你SAM8就是最后一个SAM的时候 你就会去小学进行一个月的intern 在这三个SAM里面 因为你在外面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那些SAM你不会有很多的科目要handle 但是你会有praticum的压力哦 当然在你实习之前 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叫做PBS 那这PBS呢它其实是去学校观察老师讲上课 观察之后你要完成你的assignment的 那PBS呢会在SAM2、SAM3还有SAM4的时候进行 这PBS呢其实我们很喜欢 因为我们可以借Gampong 或者是去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像上次PBS呢 我们是一群人一起去金马鲁的学校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这样子 关于穿着方面呢 我们上课就是一定要穿Formal E 所谓的Formal E呢就是衣服一定要有领 男生呢你们就是一定要打领带 那衬衫呢你们可以穿长袖的也可以穿短袖 那裤子的话就是一定要穿西装裤啦 不能穿牛仔裤 女生的话呢就有很多种穿搭方式 然后裙子一定要过膝盖 但是你们穿窄裙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虽然是也是BBS我们讲师啦 可是大多数都是可以接受你穿窄裙 但是你穿窄裙的时候你只要坐下来裙子就不会过膝盖嘛 所以有时候讲师也是会面语几句 衣服的话呢其实他们不会在意长袖还是短袖 只是它是一定要有领 所以其实很多人为了不要烦恼要穿什么 他们都会选择穿马来装 我觉得纯粹是不喜欢穿马来装啦 所以我每天都是很努力的在穿Formal E的 如果你们也是像我一样不喜欢穿马来装的话 你们也是至少要带一件马来装去学校 因为有时候学校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周会 你们还是需要穿马来装的 那我讲的这些所有的东西 只有一个course的人要注意 就是PJ course PJ course的话你们是不需要穿Formal E 因为你们的major都是PJ嘛 所以你们都是一直会去草场 你们的上课的服装就是PJ1 就是我们我们都是很羡慕的 因为他们可以穿裤子 可是我们只能穿裙子 那运动衣的话呢 我之前是本来就有准备运动衣去 我就是穿我中学的时候的运动衣哦 因为他也是我中学运动衣 所以我认为是没有事情的嘛 可是那时候我上运动课的时候 我就被我讲师教去旁边 因为他认为我的运动衣太短了 华人就会很在意你的衣服会不会贴身 而且他是体育课嘛 你懂他就会那个咯 虽然不是每个讲师 他们都会这么严厉 但是要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你们就是最好买穿一些比较宽松的衣服 鞋子呢 如果是根据学校规定 他是一定要我们穿GASUKUTUYING 他就是不能比一些 要点高跟节 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VLOG 就是离宿舍比较远 这样走路过去就是至少要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走过去的话 你穿那些高跟鞋 其实你脚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我偷偷跟你们讲啊 我上课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在穿高跟鞋 然后这个真的要看讲师 有些讲师他会体谅你 因为他知道我们宿舍底很远 所以他不会管 但是有些讲师他就会比较苛刻 他会要求你不要再穿这样的鞋子 然后我是建议你们买鞋子的时候 你们就买一些比较舒服的鞋子 毕竟你们要穿一整天 然后我收到很多问题中呢 很多人问就是 IPG可以染头发 请你们看一下我的头发 你们觉得我有染头发吗 没有错 我就是有染头发 所以IPG是可以染头发 但是你不要染到什么大红大纸 不要染到太明显的头发 其实学校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其实曾经染过紫色 然后我就是把它藏在里面 就是我要这样先学一下 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一片紫色 但是我没有去漂白啦 我就是染那种太阳照 才看得到它是紫色的那种颜色 因为我们上课都是一定要绑头发的嘛 那我绑起来的时候 这边就会看到一片紫色哦 不要染到那种很像喇喇仔啊 或者是这边一条红一条青 这样子的话 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上个影片有提到呢 我们的试骂律呢 不是开玩笑的 根据我的印象 我们第一个礼拜引行会 第二个礼拜是宿舍的引行会 那第三个礼拜开始了 你就要准备你的试骂了 就是已经要接近你要做试骂的那个星期 所以你们进来IPG之前呢 你们就要准备一个电脑 还有准备写器 我们的试骂都是收厚的 每个试骂都会需要印出来 如果那时候你有电脑 强的那个线都不一样嘛 接下来呢就是学校的饮食方面 那大家应该有猜到啦 学校就只有马来餐而已咯 Red Food啊 有Food Panda啊 都是可以叫那些食物来学校的 那如果你们不想要叫Food Ewery 你们想要去中餐厅的话 你们也可以问你们的学长学姐 他们都会跟你们讲 学校附近有什么餐厅 我刚才有讲到我们的宿舍 就是禁止带任何电器嘛 可是其实我自己 是有带一个那种学校跟那种什么谷歌的啦 因为它的那个voltage没有很高 所以学校是不会有跳电的问题 为什么我觉得我录这个影片 很像在公开我自己的黑历史的那种感觉 我是一个好学生来的 我相信 啊 我相信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要自己 谁猛谁猛这样子啦 最后一个呢就是关于交通的 我知道很多weekend的时候就想要回家嘛 这个时候呢你们也是要去问新年 你们也可以送店 可以跟新年们一起叫Rap 它就比较偏用 至于那些他们想要开车的人呢 我们的学研规定是你要 Pi S&P才可以开车 以上呢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关于IPG的事情 接下来呢就回答一些你们问的一些Q&A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种族比例 那这个真的是要看学校 因为就像你如果你的学校有花纹系的话 当然花纹就会比较多 我学校就是因为没有花纹系 所以比例呢大概就是60%就是马来人 30%就是土族 剩下10%就是华人跟印度人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上课使用的语言 一定100%就是马来文 当然除了华文系跟英文系之外 那英文系呢据我所知他们所有的科目都是用英文来上课 华文系的话呢除了它的Major上课华文之外 EDUP他们也是用国语来上课的 然后还有很多人呢他们也是很好奇学校的课外活动 那学校课外活动呢其实有很多种啦 我们一定呢真的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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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跟其他学院比起来 有些呢它是combustive要参加 有些呢就可以选择性的参加 那最大型的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运动会还有乐赛跑 那这个运动会呢其实它不会一整年都在进行 它大概都进行两三个月 所以那两三个月的时候 每个礼拜应该是两次 你就要五点到六点 要去学校的操场 有个运动会练习 之后就是乐赛跑 乐赛跑当然也是combustive的 每一年也是只有一次而已 这个呢就是露营 五年的IPG生涯里面你会去两次 老师这个职业会不会有很多限制 其实的确是会有一些限制 就打比方 像我们在读IPG的时候 我们是不允许在外面打工 直到你出来做老师之后 你也不可以有其他的事业 你是不能做老板的 就是另外一面来说 虽然我们都有限制 可是我们也有很多福利啊 然后之后呢就有人问到 PTP, PTM 还有 allowance 之类的事情 这个呢不是我不要回答你 是因为它们每一年都在改变 其实从去年那一 batch开始 就有一天开始说它们是没有 allowance 可是它们还是有在拿 allowance 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你们到你们的学院 下方呢会给你们答案的 然后也有很多人问到 什么你实习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回我的家乡啊 什么我毕业之后可以不可以回我的家乡 posting啊 你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觉得 你不觉得你们问得太早吗 你们连读都还没有读 你们连读书都还没有读 你就已经想到你实习了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太快啦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如果你会因为不能回家乡 而不想要做老师的话 你还是把你这个机会让给其他人更好 真的 真的是我很诚信的劝你 所以你也认真的思考一下 最后呢就是一些 我个人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些我的心得 最重要一点就是 你不可以得罪讲师 还有HP 只要你得罪讲师或者HP的话 你的生活会变得很痛苦 所有事情都会变得很不合理很不树立 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们的IPG很注重的啦 就是礼貌的这一点 我们IPG当然是希望我们看到每个人都跟他问好 我所谓的问好不是点头 是要讲话 你看到每个人都跟他讲 Sawabagi 就可以了 所以我不会强求跟你们说 学院就是一个团体生活 你要叫很多朋友 你不可以做什么事情都一个人 我不会这样子劝你们 每个人渴望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 我不会强迫你们要怎么跟其他朋友相处 但是不管你要怎么跟他人相处 当你做所有决定之前 你都不要忘记 你将来是一位老师 是一位教导国家未来动养的老师 你为人私标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什么事情应该做 什么事情不应该 你们应该会有收到很多list 就是要你们很多BORAN 要你们填啦 要你们去检查 最好就是来IPG之前都把它settle完 这样你进来的时候 你就不会要手忙脚乱这样子喔 只有一个 就是那个BORAN PERJANGIAN 因为它是一个contract来的 所以那BORAN PERJANGIAN 你是一个字都不会填错了 5年前呢就是一个人 他自为自己的国语很好 然后他进IPG之前呢 就已经把所有的BORAN PERJANGIAN都填完了 然后最后反应到他全部都有填错 他印了这么多张 全部指都要丢掉 要重新印多一次根据学校的方式学 所以要成为那一个人 BORAN PERJANGIAN 你们就好是空着来 等到校方跟你们解释怎么填了之后 再慢慢在房间自己填 我这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还有什么我没有讲到 可是你们还是很好奇的地方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或者是你们有点害羞 不敢留言的话 你们可以去我的Instagram DM我 我是一定会和你们信息的 那如果喜欢这影片呢 别忘了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还有按赞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叫魏可宁 我是IPG TIK 达设G2016 intake的学生 也算是大家的学姐啦 I guess so for我的juniors 我的学弟学妹们 他已经加入我们 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所以身为未来的老师 进来IPG会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我是真的很希望大家能 经历了五年半的读书生涯 那么目前我在建林博做工 首先呢我要先恭喜大家 因为成功得到这个旧 的机会 那么我衷心的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顺利毕业 记得在你努力打拼的时候呢 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 休息 休息够了 才有精力继续奔斗 同一时间也不要忘记了 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让单调法律的生活 增添一些资产 增添一些快乐 大家好 我是 BISMP 2016 intake的学姐 我的名字叫佳莹 然后我是今年 也就是2020年刚刚毕业的 我的课是 Belidikanthas Masala Pendenara 也就是 特殊教育系 保隆亚的 然后想对你们说的话 就是在这五年里好好享受 你们在师范学院的时光 然后该认真的时候 认真该完的时候 就赶赶去玩吧 就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 好好地享受 然后 你们有什么问题 关于特殊教育系的 你们想问我的 都可以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里把我的instagram名字写在这里 你们来找我聊天啊 问啊 问什么都可以 赶赶来问吧 我会回复你们了 我这里给一点下的劝告 就是呢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千万不要拿私讯 因为 很可能你在读到一半的时候 都会有 那种想要退出私讯的感觉 可是如果你有兴趣教书 或者有兴趣就是 教小朋友的话 私讯就是IPG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你进来了 你进来了 这五年就好好享受 也好好的 在里面学习新的知识 哈喽你们好 我是来自吉伦坡交赖师范学院的毕业生 洪宠恩 那我毕业于2019年 我的intake呢是2004年 那在这五年的学习生涯中 我觉得我过得非常多姿多彩 师范学院的生活是挺忙碌的 你有很多活动要参加 然后呢 学业方面呢 也是很多课业需要完成 但是呢 嗯 别担心 这真的是会成为你往后日子 看回A觉得好怀念的日子啊 那目前我是在八升教书 我可以跟你说的是 那我回头看 我知道说 不是每一个人 可能不是每一个你都是100%的 确定这条路 诶我选对了吗 我真的是要做老师吗 那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一个方向呢 不管你未来走得怎么样 我觉得每一段经历都是 不会让你后悔的 所以不要害怕 如果你正在犹豫的话 不妨尝试一下 因为师范学院的生活是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那我祝福你们在这一个五年的学习生涯中 能够取得卓越的成绩 哈喽学队学院们 我今年呢也是刚刚毕业 读修体育 在这里我祝 即将要进入 时讯学院 就读的学队学院们 一定要好好享受在 IPG的生活 因为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很快 一眨眼就毕业了 所以呢 加油 嗨 大家好 我是佳恩 你们也可以叫我Grace 我毕业于2014年 主秀音乐系 目前在Saba Burnham的中华小学 担任小学老师 在这里想对大家说几句话 欢迎大家加入IPG这个大家庭 想告诉你们的是 IPG的生活多姿多彩 希望你们在未来的五年里面 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去体验不一样的事情 我相信你们在这些新鲜的体验里面 你们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歧视 也祝贺大家虔诚实景 也不要忘记天天开心 然后保持身心愉快 希望你们能够有很棒的IPG生活 要好好地享受Student Life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Yin Lee 来自Yilmohas Texel Final Year的学生 在此我想先恭喜各位 已经成功入玄境私讯学院的学弟学妹们 恭喜你已经成功踏入 乌乐 然后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在这五年的学习生涯里呢 你会有机会去增加很多 很不一样的经验 所以呢 说这个过程吧 然后虽然这个过程有点困难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 不要去听别人跟你说IPG的生活多辛苦或者多轻松 少听人家说自己去体验 自己去经历 然后你可以创造自己 不一样 但是很精彩的雾眠 嗨大家好 我是林霞 目前在吉隆坡甲动二校担任小学老师 想借此和你们分享几句话 首先先恭喜你们加入IPG这个大家庭 希望这条路是你们打从心底想要走的一条路 未来这五年的生活 即将给你们留下许多不一样的回忆和体验 相信多数的你们是第一次离开家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 不要害怕 人生总有第一次 就依据你自己的步伐去适应这段新的生活 也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珍惜这五年的时光 不管是对于你在这五年内所认识的人 或者是所体验的事情 我觉得不管是好是坏 他们总能带给我们成长 因为真正的幸福必须是眼泪 欢笑和汗水结合在一起的 就好像感情上的黑白剑 只有黑白剑的合奏才能够弹出好多的音乐 对不对 所以记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自己认为有用的事情 有好处的事情 然后不要后悔自己没有去尝试 那些你想要去尝试的东西 最后的最后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锦绣前程 我是Pism June Intake 2016的Texal Course的一个人 所以在September Intake的朋友 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东西需要调查的 这些那些 你们都可以去问别人 OK 就是问我的话我是给了不知道你什么info的啦 因为 因为我常常被读乎很多东西都不懂 Here's my piece of advice 就是我觉得在IPG这五年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你需要交一群真心的朋友 然后不要为了assignment啊 这些东西都是会过去的 assignment啊 project啊 这些东西到那个时间点它会complete 自然就会complete的 不需要为了这些temporary的东西去影响你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感情啦 so我觉得交一群 因为五年很漫长很长 to be honest很长 so你需要去交到一群可以陪你共度这个五年的朋友比什么都来的更重要啦 in my point of view是这样子啦 so 交朋友 开心的学习 嗯 努力 then 开心最重要啦 不要overstress yourself 怎样你都会毕业的 ok 大家好 我是维涵 2014年终于成为一名师范学员 2019年毕业于吉隆坡交代特殊教育师范学院IPG Campus in Wuhan 的音乐系 目前在选拟中一所华小指教 这里我要恭喜成功被录取的新一批学员 祝福你们在这五年里过得精彩 一切顺利 好好学习 加油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慧轩 来自吉隆坡交代区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在这里祝你们能顺顺利利的成为不错的老师 然后尽心地帮助学生 然后成为一个陶老师 好 在这里祝你们顺利 加油 嗨 IPIK的学弟学妹们 你们好 我是于敏 所以先欢迎你们来到IPIK 然后就好好地享受私讯生活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糟糕 虽然有些人可能是贝贝当老师啊 还是真的是你自愿经验大老师啊 就尽情地去享受 然后玩的时候就玩咯 读书的时候就好好地去读书 是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很不错的经验 私讯生活是真的还不错 蛮好玩的 希望你们好好享受这个私讯生活啦 好咯 加油 哈喽 哈喽 刚来报道 出来乍到的你好不好呀 啊 欢迎啊 欢迎来到IPG这个大环境大家庭 嗯 既然来了 你就尊敬自己的这个选择 好好地留下来 好好地去创造属于自己五年的故事吧 大家好 我是佑蒂 我是做一个小小的自我介绍 我是于2019年 订阅于吉隆坡交赖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音乐系的学员 那今天我受到一位漂亮学妹的委托 要录一段小视频 送祝福给即将入学的学弟学妹们 那在这里我有一些小小的新闻 想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 尽情地在大学期间去探索 大学呢 就是一个小小的未知世界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会遇见的人 事物 我们更不知道自己的能力 甚至是极限到哪里 当机会来临 我们就应该好好地把握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机会 会带给我们的生活 什么影响 什么改变 就拿我当一个小小的例子 在入学的第一年 有一位学姐问我 你要参加舞蹈表演吗 可当时呢 我对舞蹈一点经验 一点技巧都没有 我甚至是担心自己能不能办得到 但就因为我一个决定 我点头答应尝试了 就我的生活改变了 在这五年期间 我的大学生活被满满的舞蹈表演所被填满了 所以学姐想说的是 学习固然重要 但大学留下来的不仅仅是那赏心悦目的成绩而已 更多的是那些珍贵且美满的回忆 第二 要处理好压力 压力处处可见 可在大学更显然易见 为什么呢 因为大学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期 我们精力旺盛 可却又无能为力 因为我们还没有把握真正的能力去解决问题 所以在这期间很多大学人会面对的问题 包括了 课业压力啊 经济压力啊 甚至人际关系等等的压力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逃避 因为逃得了一时 却逃不了一时 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 勇于去面对 甚至接受这些压力 把压力转到为动力 把它当成是一个挑战 这样我们的压力就能被克服啦 第三 关于朋友 朋友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 我们要的不是很多的朋友 我们要的是好朋友 一个好朋友会帮助我们向上向善 一个好朋友是互相鼓励 互相帮助 互相支持的 一个好朋友会帮助我们成长 会帮助我们越来越好 如果我们在跟一个朋友交往 可发现自己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多 不懂得怎么表达自己 甚至是会不断的压抑自己 这时候我们该想想了 我们交的这位朋友 是否是真的好朋友 那最后呢 学姐要不要告诉大家 就是好好享受这五年的大学生活啦 因为五年真的是一眨眼就过了 在这五年当中会遇到非常多的挑战 困难 很多惊喜快乐 可是只要我们不忘初心 不要忘记当初为何选择就读师换生 我相信一切挑战都可以过去的 你们是未来的老师 我将未来靠你们咯 加油 嗨大家好 我是Amy 首先我想恭喜各位即将进入IPG的新学生 恭喜你们 也欢迎你们进入这个IPG大家族 给这些的新学生们 就是我想要说的就是 你进来IPG 你一定会体验到各种各样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生活 你也会就是说 见识哦 你可以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东西 人啊或事物 还有就是 我相信每一个人对成绩是有要求的 你可以对成绩有要求 只是说你也不要同时 你不要忘记 你要享受过程 就是说你也要有自己的生活 就比如说你可以出去experience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也不要忘记就是交朋友啦 然后也希望你们进来读IPG 是因为你们是真的有兴趣 然后也希望你们有这个热忱 继续教导下一代 就这样谢谢